花蓮市公所办理的道路养护工程 在花蓮市内的三处路段优先进行改善 市长魏家彦在日前除了道场关心工程的进度 也希望透过道路品质的改善 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 花蓮县政府补助市公所办理113年度 编号香道及四驱道路总要路段养护工程 经由县地勘察后 针对包含富吉路富与九街 以及富裕十三街等三处路段优先进行改善 那这一次我们执行县府补助编号香道市区道路重要路段养护工程 那总长度我们铺设523公尺 那总面积有6142平方公尺 那来将我们整个富吉路 以及富裕九街十三街 做一个很完善的道路品质提升 那让整个就是我们花蓮火车站 就是西边后站这边的一个道路品质 获得一个非常良好的改善 而市长为家彦日迁在巡视公共建设栽损时 也特别与建设客长徐国成前往现场关切施工进度 那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花蓮县政府 补助了我们三百多万的一个经费 来挹注我们的跑铺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还有我们三处的 另外两处的一个地点 一个是我们富裕九街 一个是我们富裕十三街的部分 那也会一并的在这个路段玩 然后全段的再来铺设 那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杜小距里长 那在前一天有帮忙 对于我们的车辆 那进行我们的劝导 那请他们先行离开 来让我们工程的施工能够比较好的一个跑铺 那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员 由于富极路临近花蓮后火车站 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因此特别以半路服务封闭方式进行施工 跑铺工程从22号开始 预计在28号就能完工 而公所后续也将持续针对老旧道路 及狭小巷弄等路面依序进行修复 记者 徐丽晴 花蓮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